十一柱,相信梦想是价值的源泉,相信眼光决定未来的一切,相信成功的信念比成功本身更重要,相信人生没有挫折,没有失败,相信生命的质量来自绝不妥协的信念。 你不能控制他人,但你可以掌握自己,你不能预知明天,但你可以利用今天,你不能遥遥顺利,但你可以事事建立,只要你自己不倒,别人可以把你暗倒在地上,却不能阻止你满面灰尘遍体上横着站起来。 事与中,根据我的经验,不少人选择创业,可能事业一时冲动,可能想赚钱改善生活,但成功的人,往往都非常热爱他的事业,一心想把事业做大,创业者很难坚持,也难以干扰团队,一个企业家主大器,要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他,我觉得支撑他的东西不应该是钱,因为赚钱的方法很多,如果没有对这个事业的热爱, 没有这个理想就很难做到那一步的,他可能告别的去了,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这样一直有梦想的企业家打交道,所以至今我都非常开心,每个人都想赚钱,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,如何选择,没有方向,下面看看史玉柱说,令一九年抓住这五大行业,傻子都能成功,一心灵兽,未来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, 只有心灵兽这一说,也就是线上,线下和物流结合在一起,只有这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心灵兽,灵术行业给很多的传统行业,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而物流的本质,将不再是谁比谁更快,而是智慧物流,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谁,而是看谁能最快实现灵库存, 马云否认了电子商务冲击传统商业的说法,他表示,说这些的人没有把握到新的技术,电子商务冲击的,是,我们对昨天的恐怖,与依赖,过去的三十年的好恶业,都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冲击,新零售时代的到来,不仅会对原来的以房地产为主的零售行业造成冲击, 同样也会对电子商务带来冲击,二,新制造,过去制造讲究规模化,标准化,在未来三十年制造讲究到试智绘画,个性化,定制化,物流将与智能制造环节打通,一方面,制造业制造什么,什么时候制造,会接受来自于心灵兽端的数据指导,制造出来的商品会通过智能物流骨盖王,24小时送到中国用户, 或者72小时送到全球用户,另一方面,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,原器件,同样需要物流,智能物流骨盖王可以大幅降低社会化物流成本,进而降低制造成本,提出的目标是将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降到5%以下,现在社会最重要的便是人物,资金,信息和能源的流动,物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 不过,物流在社会经济中,一直占置着相当高的成本,包括经济,环境,人力成本,今年来,随着土地,资金,劳动力等要速成本趋紧,物流降低成本的需求日盛,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引发了, 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,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,银军要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,此前五年我国物流业成本已在不断下降, 2013年到2016年社会物流总费用,占GDP的比率,分别为18%,16.6%,16%和14.9%,提出的5%有距离,但正在不断接近,国家智能骨干物流宝,会加速这个目标达成, 但正会物流深入到制造业,就可以大幅降低,制造成本,极高制造业利准,最终实现零互存,这一点与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不谋而合, 这正是新制造的内涵所在,国家智能物流骨干网,对于新制造的实现十分重要, 三,新能源,数据是人类第一次自己创造了能源,而且数据越用越之前, 史玉珠透露,说得这么明白,你还要打工活该一辈子受穷,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,并且将在三到五年内超越美国, 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,开发利用新能源有利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, 保护生态环境,保障能源安全,同时也是拉动内需,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,增加就业机会,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,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,石油价格在一定时期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, 未必能反映石油供应的长期走势, 尤其是在供应区几初期, 油价更可能乘波浪起伏,而非直线上升, 对于投资者来说,这种价格运作发出的信息是混乱的, 实际情况是,石油价格的短期回落很容易动摇投资者的热情, 此外,投机因素和泡沫的存在, 也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关注力往往不稳定, 然而在新能源的发展,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, 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, 认为这位奇提供了福音, 综合观察中国的股市行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, 中国绿色能源类股票价格飞扬, 更多的闲散资金纷纷投入新能源以及环保行业, 同时,中国将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大的可替代能源增长市场, 在此背景下,新能源行业应该抓住这次契机, 积极发展工业,太阳能等, 提高新能源的比重, 新能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, 指的是传统能源之外的, 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, 有来推广的能源形式, 包含光服、素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 固定与新能源汽车等, 与传统能源煤炭与水油相比, 新能源具有环保和可再生的优势, 我国能源供应和环保压力巨大, 即待用新能源调整国内能源节奏, 基于这一因素, 国内政策平板利好新能源, 以及各个细分行业发展政策加持下, 新能源行业发展正当时, 光服、风电、和电与新能源汽车, 已经在政策利好下, 率先获得了发展, 我国的新能源大致主要分成了六种, 依次是风能,太阳能,生物质能,核能, 地热能,和潮汐能力, 太阳能到领对能源存储量, 大概为每年24000ETCC吨标准为, 66.6%的陆地年日照小时大于2200, 每平方米收到了的太阳辐射是6000兆焦, 风能的能源储量为3.23PW, 以太阳等于是1000瓦, 可以挖掘的以长陆地为250GW, 17瓦等于100万千瓦, 而进海为750GW, 小水电的能源储量为190GW, 能够挖掘的潜力为1.28GW, 海洋能的能源储量为2600GW, 能够挖掘的潜力为50GW, 当中潮汐能的能源储量为1100GW, 能够挖掘的潜力为23TW, 生物智能的能够挖掘潜力, 现在为3.171TCC, 2050年将会达到9.75亿TCC, 地热能源量为2000亿TCC, 钢温是6.5GW, 新能源凭借其储量的可再生性强, 清洁环保等突出有点, 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高度关注, 新能源产业将成为未来保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,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 新能源产业越来越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竞争焦点和战略制高点, 由新能源产业发展, 带来的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的兴起, 不仅有益于解决新能源领域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, 而且对于缓解当前毕业生究竟压压力大, 薪酬低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4.新金融 未来的新金融必须支持新的8-2理论, 也就是支持80%的中小企业, 个性化企业, 金融业正在兴起, 在未来十年内都将有一个不错的发展, 说起来, 金融行业其实是一个很宽办的行业, 它主要包括基金业、 证券业、 保险业、 银行业四大类别。 截至今年三月份, 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银行, 在华设立了195家金融机构, 国内的金融市场逐步壮大,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, 从整个国内金融人才市场看, 目前顶级金融人才报价已在百万人以上, 而一般中级人才在30万至50万人, 中国在不断地强大, 也在不断转型变化, 从求粮到求智, 从谋生到著重生态, 从独善其身到天际天下, 吃事造英雄, 变革命大也意味着更好的纪律, 没有一尘不变的规律, 也没有一劳永继的模式, 抓住金融男儿上才是市场的真理, 金融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, 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, 离不开一个紧全化善的金融环境, 在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, 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和质疑, 而我们应该做的更多是相信我们的祖国和党领导, 成功的道路总是充满嘲笑和冷言, 用行动和时间回忌制宜, 常常风或浪会有时, 高挂人班制度, 茫茫大海, 五, 新技术, 原来的机器吃的事变, 以后的吃的会是数据, 对于新技术的发展, 使用主认为, 弯道超车时超久班, 你要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绝对不大, 只有在另外道上超车才有可能, 根据大数据, 移动互联网在整个未来的云计算, 移动操作系统, 智能芯片, 人工智能上, 中国是有机会的, 石玉珠表示, 互联网正在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, 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影响力, 可能超过过去一切技术革命的九合, 互联网将成为一种生产关系, 如果我们不数据化, 不和互联网相连, 那么会比过去三十年不通电, 显得更为可怕, 原来的机器制造将会变为人工智能, 原来的机器吃的事变, 以后的吃的会是数据人时代的来临, 大数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 大数据不仅是自并意义上的, 大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, 而是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, 用数据化自来和先进的处理技术探索海料数据之间的关系, 刻出一个更加透明化的世界, 它是互联网发展到显心阶段的一种表象或特征, 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大漠的衬托下, 这些原本很难收集和使用的数据开始容易已被利用起来了, 通过各行各业的不断创新, 大数据会逐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, 使预祝形容今天的时代, 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技术革命, 离不开三个主要的要素, 就是互联网, 大计算, 以及云数据, 数据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, 生产力, 云计算, 计算能力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, 互联网本身是一种生产关系, 是全社会的互联网, 使预祝, 这是一个摧毁你, 却与你无关的时代, 这是一个跨界打劫你, 你却无力反击的时代, 这是一个你醒来太慢, 干脆就不用醒来的时代, 这是一个不是对手比你强, 而是你根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的时代, 在这个大跨界的时代, 只有你不能更新思维,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, 一定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, 事实上, 所有你能遇到的人都比你聪明, 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, 也是你最大的财富, 那就是你的诚信一个项目, 一个想法如果不够独特的话, 很难吸引别人, 是什么, 其实我们的第一个梦想, 也远远没有实现, 我们还有八六年要走, 但我希望在未来, 因为有我们的努力, 要更多梦想成真, 让我们成为别人梦想的支撑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